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好礼拜一 脑人的礼拜一 又碰到下雨 塞车 在一路上 恐怕大家要有点耐心 那么如果您在路上的话 那么不妨就利用这段时间 听我黄青龙 跟我们邀请的来宾 今天邀请的是谢金河先生 要来跟您天南地北的聊 谈一谈最近重要的国际 重要的两岸的一些大事 好回过一下 上个礼拜五 我们还跟陈一新教授 谈到说 台湾所面临的外来势力的影响 我们举了例子 AIT的主席默健 在接受台湾两家媒体的访问 谈到说台湾的选举 他警告说有外在势力 要改变舆论的风向 那当时我们讲到说 结果TVPS他的官网 那么反而下架了这一则访问稿 那么当时大家还在猜测说 到底是会不会是美国AIT这边 国务院这边提出来的 要他下架的 结果现在还原出来 因为上个礼拜五 那么AIT在台北的AIT的官网 就把这一则访问的原稿 就是被TVPS下架的这个原稿 给他放上去了 那这一放上去 当然大家知道了 原来这个下架并不是跟AIT无关 所以AIT反而是要针对这个影片 被下架做出了一个反制的动作 当然他动作很温和 只是说请大家来参考了 好 那为什么TVPS会下架 这个猜测很多 有人说可能是对岸北京的压力 但是北京未必有直接的施压 那么也可能是台湾的一些专家 提供了一些意见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 知美的专家 现在对美国也都非常感冒 那么所以他们在这一次当中 现在对美国这次在台湾大选的角色 是有疑虑的 那总总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情现在终于弄清楚了 原来不是AIT要求T台下架 是T台自己下架 那T台为什么自己下架 T台没有说明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揣测 好 那周末这个举行的金马奖 本来是高高兴兴的 今年有非常多的华人影艺圈的大咖都来了 结果没想到发生了一个风波 就是得到第55在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赋云 赋云女士 她在台上至此的时候提到说 希望我们所爱的国家 可以有一天可以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那这个话有影射台湾独立 台独的意思了 那结果后面 这个上去 这个颁奖的大陆的一个演员 他是上一届的 这个最佳男主角 那么他就用中国台湾 说很高兴来到中国台湾 中国台北 中国台湾 用这样的一个字眼 然后接着 接着 最近被 在大陆被盯得很厉害 那个范冰冰 他就在他的 这个微博上 用了一句 这个 这个大陆现在很流行的 转贴了一个叫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一块石头都不能少 就是 大陆的官方 在南海问题上 表达了一个立场 现在被拿来作为是一种 对国家对党忠诚的一个表征 结果他这个微博出现 这样的一个发文之后 接下来所有来参加 这个 参加这个 这一次的金马奖的 所有大陆的艺人 邓超 顺利 胡歌 周迅 徐峥等等 全部都把这个贴上去了 好 那这形成另外一个空中的 这个两岸的交锋 那这有人很担心 这样下去的话 明年的金马奖 恐怕大陆没有人敢来了 好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预测 但这个担心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结果 昨天晚上 这个后来当天 礼拜六的晚上 有个金马奖的这个酒会 那么因为这个颁奖典礼 出了这么多的风波 礼拜天的金马奖的酒会 金马奖的酒会 刘朵宇做的云 那楼月担任导演超过20年 那么过去就端门挑战中国的审查制度 1999年他的作品苏州河没有通过审查 就去参加路特丹影展 后来被罚两年不准拍电影 06年的颐和元同样没有经过审查直接做到到以坎城去迎宅 也是被罚了五年不准拍电影 好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比较我们讲的在体制内 但是是一个不同声音的一个导演 那难怪因为过去他就被罚惯了 所以他就不怕就现身我们的金马酒会 好这是金马奖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呢这个我们14号除了选举以外还有公投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东奥证明的公投 那么如果通过的话 那到底是真的能够把台湾的名称改成 就叫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 还是说我们本来在1982年洛桑 1981年洛桑协议的那个中华台北会跟着不见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国际奥会的副执行长 皮尔米洛16号致函中华奥会 那么再度表示说 不会干预台湾的公投程序 但是完全尊重言论自由 但是他也强调禁止外力干预体育 那么如果违反相关规定 国际奥会会采取停权或者除权这些措施 那这包括终止或撤回对这个国家的国家奥会的一个承认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奥会的这个协议 也是现在连我们现在的政府 连行政院长赖清德 他都已经背书了 都是承认都接受了 但是现在因为他是一个民间团体所推动的 那么按照公投法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拒绝 况他已经连署成功 而且他这个连署成功应该说 大陆大陆也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他把这个台中的这个东亚清运的主办权 用这个理由把它停掉 那么这个坦白说是刺激了 这个一些人去连署 这个公投的一个有效性 好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我想到位比较清楚的人 一方面对我们用中华台北 用一个会期来参加国际体育活动 其实心情是很郁闷的 但是久了之后 大家也慢慢习惯了 也知道国际现实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啊 这么多千丝万缕的事情 要不要去做这个事 其实大家也有保留 不过已经在正式进入要投票了 所以呢 如果大家也顾虑有担心 因为其实我认为 国际奥会的这个信 还有这个中华奥会 把这个信披露出来 那么当然也是要为这个公投游行 提供另外一种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说最好不要通过 那这个通不通过 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判断 那么但是我主张 其实应该表达 所以呢 应该在公投选举 就今年的这个选举的时候 像这张选票 如果你赞成 或者你反对 应该去领这个选票 去把它做一个投的动作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 比较有意义的 好 正在巴布亚牛吉利亚举行的 这个APEC的这个领袖会议 我们看到张忠谋 领袖代表跟彭斯 美国副总统彭斯 单独的会晤 谈得很热络 那么事实上 张忠谋说他跟习近平 也有非常友善坦白的一个互动 那么这个会议今年 创下了一个例子 这史上首次 怎么样呢 就是各国经济体的领袖 没有办法在峰会闭幕的时候 就公报的内容来达成共识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对贸易的立场截然不同 那么美联社报导说 美国希望在公报当中 用强烈的字眼 反对美国说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不公平的贸易手法 那么大陆呢 中国大陆希望公报内容 能够强调 这个反对大陆所称的 美国的保护主义跟单边主义 那这个就难了 房间里头两个巨人 那怎么办 但这里头居然有个插曲 什么插曲呢 这个说大陆的官员 那么竟然这个散闯 要闯入地主国巴扭的 这个外交部长巴托的办公室 主要是什么 要去改那个公报的内容 企图去影响公报的内容 结果这个部长拒见 结果还请警方到场坐证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大陆太想要把这个 大陆的想法放进到 公报内容里头去 那最后在会整的 当然是就是主办国 那么这个巴扭的外长 结果呢 这个美国广播公司 跟法网都报道 大陆他们代表 想要跟巴托开会 这个外长巴托要讨论 有关APEC公报草案的用字 但每一次都被拒绝 后来四名大陆官员 就索性强行的闯入 这个巴扭的外长巴托的办公室 对他大喊 要他给几分钟来谈 那巴托请警方到场 后来大陆官员不得不离开 这个因为这个巴托 为什么不愿意跟大陆代表会面呢 他说他身为外长 独自跟这些中央代表的协商 并不恰当 那么这个原因大概也是因为 大陆认为他们给巴扭 非常多的经济的援助 包括这一次的APEC的开会 都是大陆提供的援助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 讲话比较大声一点 但是巴扭作为主办方 他还是要顾虑到其他国家的 其实这不是大陆官员 第一次在区域会议 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年9月 诺鲁举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那么当时 这个因为大陆的代表 在其他国家还在发言 还没结束的时候 要插话 那么主席就拒绝了 结果大陆代表团就集体离席抗议 那么诺鲁总统 后来要求大陆方道歉 那么这个后来讲的话也不好听 他说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往来只是为了一己之力 好现在中美之间的角力 包括一带一路 包括APEC 包括南太平洋 那整个说 这个面向拉得很高 但是其实我们也绝对 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地方叫香港 香港现在情势很复杂 因为上个礼拜 这个美国国会 那么这个美中经济跟安全审查委员会 发表的年度报告 那么他是以北京 蚕食香港的自由法治 逐步倒退为由 要求重新审视 美国给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 还有对港出口 军民两用科技的政策 这个引起香港政商界一片恐慌 那么这样的发展 就是说当香港越来越变成 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之后 所谓的一国越来越强 两制越来越不见了之后 香港现在所拥有的 这种美国给予他的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法令 也会取消掉 这样的一个发展 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要请财信传媒的董事长 谢金河董事长到节目现场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谢金河董事长 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金河兄早 金河兄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是 金河兄是长期在对经济情势 我想你做了很多分析 很多人都非常的关注 我们再过几天就要选举投票了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有一年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 当时对老布希总统讲 就是笨蛋 问题在经济 对不对 就是那一次的选举 大概90年代的时候 那这一次的台湾九和一选举 那么现在执政党 民进党面临很大的一个困境 那也有人认为说 现在经济不好的关系 那特别是高雄南部地区的 是经济的重灾区 可是我们又看到蔡总统 在上任这一段时 她讲过 今年还讲过说 现在是20年来经济最好的时候 好我想跟你请教 现在的经济到底好不好 当然不是说蔡总统的话不重要 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有另外的佐证 第二个 现在的经济跟选举 你觉得你的观察 经济跟选举的影响多大 第一个 我们回来看台湾经济到底好不好 如果从数据来讲 台湾经济非常好 这个就是说 真的有20年来最好的根据 基本上 你看到今年的出口 台币从33.868 一直到29.035 台币升值了三年 这个幅度之大 是不得了的 台币升这么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出口表现非常好 我们用2017年来讲 2017年是3176亿 成长13.3 那今年前三季 大概2501 最少成长8.1% 那这个就是说 在台币大幅升值的状态下 台湾的出口都是成长 而且是逐渐成长 你看第一季797.4 第二季呢 是846 第三季869 那这个就是说 它一季比一季增加 而且在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 台湾的出口还能成长 这已经得来不易了 那这是大概 从出口的数据来讲 第二个呢 你看到台湾的GDP 我们连续四个季度 第三季大概13以上 那就一直维持在0.3 这个大概是3以上 这个情况 也是在这么多年当中 相对是好的数字 你看到韩国大概都在2.8 2.9 台湾大概就3.2 3.3 我们比这个数字来讲 是比韩国要好 所以你这是总体数字 对 那如果你看上次公司的这个获利啊 是 今年1到9月的前三季的税后净利是1.78兆 那2017年是2.19兆 那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成长8.6% 这个这个数字是非常好的 你看到台湾三宝 这四家公司啊 前三季赚了2509亿 那台那个台积电是2511亿 这五家公司大概赚超过5000亿 所以这个这个获利的数字 大概是历史上最好 那我们去年大概分了1.45兆的股息 也是好的 我讲的这个是总体经济 对 那个体经济的情况呢 那就当然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 像这个韩国瑜的玄风啊 在高雄 他讲高雄又老又丑或没飘了 那这几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就是说比方说像做观光旅游的 因为路客没来 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惨烈 你如果到日月潭 你看那个阿婆那个铁蛋 一天卖几三万克嘛 现在剩几百克 那这个就告诉你那是很惨的啦 那饭店餐厅 同样都很惨烈 那你说包括农民 高雄如果到美农啊 这些乡下地方种菜的 因为这个有些菜啊 卖不出去 造成了菜价的下跌 这个是你可以想见得到 有一些个别经济的状况 不是很好 那这个也包括产业的状况 比方说像我们做媒体的 媒体现在能够活下去啊 就不错了 你说如果你对照20年前那种 红华万象的这个 那个当然不一样啊 就是产业的条件 就是网路时代 它一定会打死非常多 众多的产业嘛 比方说电商 很多零售都打死了 这个打死就告诉你说 社会上一定有一些不平的 不平之名 那不平之名 这是每一个国家执政的人 他必要面对的 像川普这一次的其中选举 川普同样有很多 这个在过去所被大陆 打到官场的劳工啦 或是美国的农民啦 这个也有人有不平之名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 执政者不可能满足 每一个人的所有的期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就变成说 每一个当政的人 他面对其中选举 就跟其中考一样 都会面临一个非常严厉的考验 所以我想这次的 韩流的打起 你看韩国瑜的现象 本来北隆的总经理下来之后呢 他想说 他在高雄去蹲蹲点 也许有一天可以选立委 没想到这次捡起这么大的波浪 这个波浪到底剩下一个礼拜 能不能当选 大家都拭目以待 但是韩流是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 诉求所造成的 包括网络的力量 或是在高雄捡起的千堆血 我相信这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 第一次看到的一个选举造势啊 没错 你从来没看过吗 像我跟金河兄 我们从在学校就认识 算是几年来看选举 大概是第一次碰到了 好你刚讲到这个经济的情况 我听你的这个刚才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 大概就是说经济从数据上来看 你说他比过去好 比韩国好 这都有根据的 但是你也不否认 就是说总体是这样 但是个别可能有一些 他并没有真正达到 这种经济的成果的平均的 这样的一个分配 这个也很难 这当中我再补充一点 台湾其实30年当中啊 我们的产业外移太严重了 台湾我们西近南近 对不对 台湾的制造业其实大量的外流 这种外流啊 我们包括过去在国民党执政 过到民进党执政 都没有真正很严肃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知道 川普为什么要号召制造业重返美国 因为美国的经济也是掏空的 那你一掏空以后呢 很多人找不到就业的机会了 台湾你想一想 我们在30年当中 台湾的资本大幅的外流 我们从来都没有投自己 我们都投别人 对 所以你现在看到 你总体经济的数据 对 非常好 那些数据都从外面进来的 对 所以你对台湾的本地来讲 你的内需当然不会好 而且你这个数字里面啊 真正在台湾创造的可能也不会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整个普遍啊 会潜藏着对大家对经济发展的失落 为什么 你的经济数据表象是非常的亮眼 但是这种亮眼可能你是在外面创造的 所以大多数民众啊 对 他无感 这才是现在当政者啊 最大的困扰 了解 而且可以这么说 是30年来不断的都是产业外移 资金的往外投资 而且不分 因为我们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嘛 不管哪一个党在执政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改善或者改变这样的一个趋向 可是你会发现啊 一到选举的时候 反正谁当政 就说经济很好 谁在野就骂经济很差 倒过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会形成我们变成说 大家都 只要我是在野党我就有骂的权利 我就不用为我以前执政的时候 为这个现象留下的问题负责任 只要我是执政党我就讲经济很好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啊 就是说台湾其实那个是可以论证论述的 比如说说韩六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一个叫做高雄又老又丑 另外叫北漂嘛 我先从北漂谈起 我这次到北韩才发现 你能够漂的人是好的 不会漂你就死了 为什么 你就永远留在当地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在你能够漂 台湾这半个世纪以来 因为我们的发展其实都在都市 尤其都在台北 所以你发现 我觉得我小时候听到陈芬南唱 哺你的愿望 从那里就开始了 林墙那个火车 火车开动 那就告诉你你北上找工作嘛 对对对 所以每个都漂嘛 我想像我看金龙兄 我们都从云云来的啦 我们到台北 我们也是北漂的议员啦 对不对 那这个漂其实是台湾整个社会 普遍的现象 那你现在你说北漂 北漂其实台湾一直不是这个样子嘛 那你如果今天要解决这个现象 我看只有一招 你把台北市的 我台湾的时候这个 迁都啊 迁高雄啊 把行政区就迁到高雄去 也许只有这样才可能解决一些问题嘛 这是一个漂的现象 所以我想漂看你怎么解释嘛 但是我认为这个社会漂本来就很自然 台湾很小 漂来漂去你南漂北漂西漂 我有时候常在讲 像我跟小孩子讲 当家长的 我们现在最大的能力 让你们受好的教育 让你们身上长翅膀 那将来你要漂到哪里啊 我说那就像你们的本事 为什么 我说让你有这个翅膀能够翱翔在空中 这叫做漂 那这种高雄又老又丑 坦白讲啊 高雄我常去演讲 我见证这个城市啊 在过去你看高雄本来是 有石化椅的木箱 它是像中钢都在高雄 最后钢铁 造船 这种重工业都在高雄 它本来是又老又丑啊 那这二三十年来 高雄其实它是台湾的城市当中 蜕变的最美丽 为什么 我有一天就住在城市上里 我一出来哦 我就沿着爱河跑 然后再跑到博尔 再上柴山寿山 我后来发现高雄天空是蓝色的哦 不容易啊 就是说高雄变得很美啊 而且它在 虽然当市长的时候 我看把那个小学啊 公园那个围墙啊 都打掉了 那高雄的整治 你看以前爱河 灰烟死人了啊 现在爱河其实 它的水很干净了啊 那这个就是说 经过这二十年来的整治 高雄是有进步的 那你如果说又来又丑 那又来又丑 应该是停留在二三十年前 所以未来就是说 像陈其迈跟韩国瑜在打这张选战当中 对 你如何去诉求高雄的未来 跟现在 那我想这就是 现在一个虚跟死 那它一定会对撞的 那是一个礼拜时间 我觉得高雄的市民 大家可以睁大眼睛好 去做一个比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在历史上 难得一见的一个 一个选战 是是这样 没有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 观看回来之后 继续要跟 我们要跟这个 金河兄 还要谈谈这个APEC 他参加过两次啊 这里头很多可以观察的地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谢金河董事长在我们节目 那刚刚聊到 现在正在召开的亚太金河会 昨天 昨天闭幕了 那么领袖宣言却难产 据说这是APEC史上第一次 本来今年的APEC的会议 我们讲说 因为川普总统不参加 那么所以大家觉得说 好像那个重要性有点降低 不过习近平去了 潘斯也去了 美国副总统 那潘斯前两天在APEC的讲话 或者在新加坡的讲话 都非常的重 你总理跟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因为你去过APEC 我想可以从APEC来参加 来谈起了 就是说现在中美贸易战 现在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想这次Michael Pence所传递的信息 中国跟美国是闹翻的 也就是说 美方已经打得心上铁的心了 即便在G20的川普 要跟习近平的会谈 我相信 现在有人讲说 中国已经把清单开出来 我认为美国要的不是这个 也就是说 很多人把一开始 当成中美贸易战 贸易战其实 我说这是一个前菜 为什么叫前菜呢 现在关税拉高到25%以后 这其实后面就告诉你 所有在中国投资的工厂 一定要前离 为什么 你的毛利可能只有10% 那你如果你的关税是25% 你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说 美国第一步一定要让产业离开中国 这是在贸易战当中 第一个 那Michael Pence 其实你一定要追踪 从达到哈德斯的那个 15度的演讲 那个演讲太重要了 为什么 那个演讲 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那等于是美国对中国宣战 那是知识体大的 所以这一次到八纽的APEC 你就知道 我看那个Michael Pence 这是已经话 狠话都讲劲了 所以他跟习 大概就只有在那个场边 短暂 大概讲了一两分钟 有人唤译一下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没有好脸色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 在这场APEC大会当中 刚刚你讲的这30年 第一次没有最后 大家有一个共事声明稿 那这个情况 当然就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 那个Michael Pence这次 你看 过去美方跟台方的代表 不管老宋也要 或是这次张忠谋先生 其实他们都非常依回曲折 很婉转 这次上次公公开开 这次对我们藏董事长来讲 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 他能够跟Pence能够有一个 这么正面的会谈 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过去没有这么公开 没有这么公开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规格当然就不一样嘛 那这当中其实 他不断的在传递一个讯息 我想 我把这一次 我两次跟宋先 一次在秘鲁 一直到县港 那这当中 你可以看到 APEC是中方的主场 你看到 在秘鲁的时候 你看到秘鲁总统的晚宴 我就特别注意了 那在两年前是欧巴马参加 那川普刚刚当选 那这个时候 你看他排位置 那中间的主位啊 那个是习近平的 而且所有人都等他 那之后才进场 那欧巴马呢 他排在右边 很边边的位置 那快要卸任了是不是 没有什么人理他嘛 所以这个在这个较劲当中 美国已经 已经被变远化了 我相信如果 以美国的情况 看到这种场景 我看美国一定受不了 他没讲话嘛 那到去年这个 在越南 你就知道 情况更严重 我特别对国宴 我非常注意 也就是说 这个国宴是八点开始 那你看每一个国家的 领导人进场 比如说渡特地 或是 那个牛西兰刚生小孩那个总理 然后那个文在寅啊 安倍啊 他们大概都来八点多以后 陆续进场 我特别看 川普进来是八点四十三分 所有人都就定了 川普坐在旁 坐在很外侧啊 这个习近平来的时候 已经九点三十四分了 那这个你看 八点钟的国宴开始 那习来的时候呢 陈大光主席他已经过世了 在场中欢迎他嘛 那他坐定以后呢 他是在场中 最重要的组位 而且那一区啊 没有人可以进去 所以他 那后面那个戒备顺眼 川普是在很外面的哦 他只隔了一个 泰国总理跟这个宋贤 就隔离而做嘛 是因为ABCD的关系吗 英文说起 因为我也特别看哦 就是说 这样的牌法当然 主兵是习 那其他都是维辅嘛 所以你从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做事的安排 还有你出场的时间 最后的压轴 那都是中方嘛 所以我经过这两次 我就觉得 这个美方啊 你怎么可能会容忍呢 所以在APEC当中哦 我相信这一次 川普刚刚就不来了嘛 那派那个Michael Pence来 更可怕 为什么 那个Pence哦 你就知道 他唱奏俱佳哦 因为他年纪很轻 而且他对中国 他有一定的看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是完全炮火全开啊 那在炮火全开的情况之下 中国这次又比前面两次更彻底 为什么 大陆这一次 等于巴扭 所有的主舱馆 所有的硬体建设 都是中方提供吧 那这个 在那个APEC开位的时候 那个整个马路全部都 中国中央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啊 这个你看 这个你就来到你的主场了嘛 所以大家心里难免不舒服啊 所以那千杯两天 就是有的国家要求他要把 这个中国的旗子拿下来啊 但是后的一直都没有嘛 那习这次又提早去 然后又见了八个 那个那些其他的小国家 那个对美国来讲 他就更看在眼里 他就 所以这一次 当然就对一带一路 正面交锋嘛 那习在演讲中来告诉你说 中国新旧和平 然后呢 要帮忙大家 来做建设 所以大家不要对中国 有什么荒庇之心 那麦克勒佩斯就 你们千万不要以国家的主权来做交换 美机在乎 对吧 受制于人 那这个就是说 双方各有论述 在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过程当中 大家已经很清楚看到 这个美国跟中国 泪痕一直在加深 而且情况在恶化中 对 你刚刚描述到一个 就是说中国在这些国际场合上 移植气死那种气焰 这个我一直在思考有个问题 因为照理讲 你现在跟美国在争锋 像这些场合的地方 那个度 那个分寸 应该要拿捏好 也就是说不宜 像在八牛这边 没有出很多钱是你出的 但你反而不应该这种 有一点这种 好像要把人家 人家的主场要把人家夺走 这个不对 但为什么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说 在诺鲁也出现过一个类似的 中国大陆的 我后来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跟它的体制文化有关系 这个怎么讲 比如说中国的大外宣 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时候007年的时候 在纽约 看到中国大陆的 在Times Square广场 播的一个奥运会的宣传片 然后来我就问一个美国朋友 说你看得怎么样 他说这个看起来 一看就是要是他们 就说是中国政府 想要说给人家听的 而不是别人想听的 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我后来跟大陆的 做外宣的朋友 讲到这个事情 他说问题关键是 这些做外宣内容的人 他在乎的是老板 是他的上级怎么想 要什么东西 而不是想的是我的受众是怎么想 这个我相信是一样的 今天这些大陆搞外交的 为什么会闹到我们刚讲说 大陆官员还闯进 人家八牛的外交部长 办公室要去干涉 那个APEC最后的宣言的文字 一定上面有压力 你都给了那么多钱 还没有一点影响力 你们在搞什么鬼 我想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就体制 你看那个Michael Pence 这次他已经讲了 中国要在贸易上让步以外 在体制上 你最近注意到一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足够大家想象 很少人注意这个事 加拿大政府 最近为了1936年 有一艘船 从德国开出来 这个船上 在了4000多个犹太人 他们经过很长的航行 到了加拿大的岸 加拿大政府不给他们上岸 那个船就开回去了 那个4000多个犹太人 最后大部分都送到集中营 大概最后死的是800多人 加拿大政府为了当年 没有那个勇气 去接受难民 德就德国对不对 公开出来道歉 这个其实一个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考 就是说 在纳粹气焰很高涨的时候 很多人说不害怕嘛 那你没有这个勇气 那现在 大陆现在这样的一个 就习的体制啊 很多人很担心 它会不会变成当年的 像军国主义纳粹的再版 所以你看三月 我一再讲这个事 就是三月份 当中国的民航公司要求 胁迫不得把台湾列为国家了以后呢 他用尽各种方法去威胁恐吓 你看美国的白宫发言人 商德斯之中 维尼尔诺审斯 对 那个是告诉你是很大的美国在骂你了 这个骂是骂得很重的 而且不是只有贸易赤字了 大陆没有听懂嘛 所以他认为说美国疑蠢 那这个美国在副手霸道 这个就是说 鸡铜鸭奖已经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了 美国今天在乎的就是如果中国今天是一个 在经济成长发展以后 它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跟世界共同共产 大家不会有恐惧嘛 但是今天如果走到这一步路的时候 当你变成一个动物庄园在极限的时候 对未来人类的发展影响太大了 所以将来在整个现在 我看这个礼拜 李智英在苹果写的文章 他就在写欧威尔的动物庄园 那现在他就说 你看他称习近平都叫习弟习弟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 当中国整个体制走到这个发展的时候 他对未来人类的发展 他相对是一个很大的不可抑注的变数 其实这也是两岸关系 现在最大的障碍是所在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还要回到来谈 这个现在这个贸易战 现在看起来10%提高到25%的关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接下来台商怎么办 我们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好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在过去一段时间 国际股市跟这个货币 最容易受牵动的一个因素 就是中美贸易战 因为美国其中选完之后 大家关注的是月底这个川习会 然后到底会不会达成协议 那这当中有一个话数 就是说这个2000亿美元 现在10%的关税的这一颗 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课征税 会不会在12月或者1月之后就变成25% 那一讲说不会 哇股市又涨起来 一说会又掉下去了 这个可见10%到25%是非常关键 金刚兄您也长期关注这个问题 你觉得从10%调到25%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大家都在等那个V20的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 那我想现在如果看目前这个气氛 好像川普说中国已经答应我们的条件了 好像又成了 那这个是川普一贯的惯用的伎俩 他一开始都是好像 我说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经常把柯塔巴讲在前头 回头之后那个拳头又打出来了 所以我想这个还不能够太早下断论 那这当中看起来 中美贸易战是一个持续的中美的一个相对的对峙 我看讲最久的大概是徐胜雄 他说50年 我看不会那么久了 对我看他讲50年 这当中就说 现在往下看 一个如果在他们谈完之后没有什么结论 那美国回来很可能宣布 把剩下的2670亿美金 全部都放进去 压上去 那这压上去对未来的世界影响就会很大 要知道 现在还没有完全全部都加关税 如果全部加了以后 对2019年那是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现在其实全世界的资本市场 大家已经就在一眼 2019年全世界经济的衰退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你看到台湾其实很多你看最明显的就设备的供应商 你看上银亚都客这种跟设备投资有关的 他们近年股价大概都跌了六成七成 其实你看他的业绩没有衰退 但是为什么他跌呢 因为他们发现到下半年之后那个订单突然不见了 那你到明年的时候那更惨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已经发现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全世界投资它变得非常保守 那这个投资保守以后呢 你原来要扩厂的要投资的 大家都停下脚不悍 停下脚不悍 为什么你看到10月份啊 全世界股票市场会跌这么惨 就是说大家已经依告明年的世界的景气呢 看起来会雪上加霜 所以股票市场快速反应 这反应以后呢 现在慢慢的你就出来发现 比方说我们看到像类似国具这样 国具原来告诉你说 被动的价两年之内都缺好啊 现在你告诉你 好像现在有人讲说什么苏州厂驾动力 50%了 那就告诉你 它本来一个月营业的是106亿啊 到10月份已经剩下63亿了 所以一下子它就暴跌了 所以如果以这个情况来讲 就是说这种股价通常会跑在 这个基本面的前面 所以等你看到这基本面调整的股价 它已经跌势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2019年我认为 可能是非常肃杀的一年 这是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在肃杀的一个情况底下 好像还有更针对性中间 就是厉害的 受到冲击厉害 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财经报纸讲到说 瓶概股啊 台湾的瓶概股啊 就苹果供应链啊 现在在大陆生产的台商企业啊 正在酝酿上最大的生产线的迁徙潮啊 它点名到核硕啦 人宝啦 伪创啦 台郡啦 新兴啦 美律啦 可成啊 这个七大指标厂啊 那 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会成真吗 难道说如果真的 川普把这个你说最后全部 中国消防美国东西全部涵盖 也有人讲说 很可能会给苹果豁免 苹果的产品豁免 现在豁免不豁免其实它已经有一些灾难了 就是说 一个苹果的手机啊 它到去年最巅峰叫iPhoneX 它卖得很好 今年出来iPhone8 8Plus 到XX 看起来都不怎么样啊 所以苹果现在告诉你说 它以后不定期公告它的销售 那这个就告诉你说 它确实 我们新年有一个概述就是说 台湾经历过PC到Notebook 我们做代工的天王啊 然后现在都做苹果手机啊 它将来也会走入历史 也就是说 苹果现在所靠它APP 很多软体的收入 但是硬体的收入呢 它不断的在减化 这种减化由你发现 大家越来越惨 今年其实最惨的是过冬 你说到 为苹果手机做代工 最大的整合的赢家是鸿海 鸿海对 鸿海今年股价最少已经跌了44%了 那鸿海的子公司啊 你说它专门做手机 那个傅志康啊 傅志康在香港上市的 最高27块7啊 最惨掉了0.65啊 你就知道那个它已经剩尾数了 其他的鸿海相关的子公司 大概股价都跌六七成 所以这个情况就告诉你 一样惨嘛 所以大陆那些 哥尔啦 这个蓝石科技啦 比他们还惨啊 所以这个大家都一样惨嘛 所以就告诉你说 它的辉煌盛世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将来对苹果供应链 可能要有更多平常心啊 面对这个整个 整个供应链体系的 带来的非常可怕的冲击 那你说像鸿海这样 或者其他原来的苹果供应链 怎么办呢 如果这样子还是转到什么 去接华为供应链 小米供应链 OPPO供应链吗 第一个他们现在 大概业绩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所以这个就是 你一定要再找一个新的 比如说将来在AI 有没有新的更新的方法 就是说人类的所有的device 就包括这个PC啦 Notebook啦 一直到手机啦 它已经走到极限了 那将来这个地球上 再经过这个大的撞击以后呢 有没有更新的 更革命性的新产品出来 台湾能够在这里面 因四楼起 没有的话呢 大家会在一个低档 震荡一段时间 那就继续在一个平庸的经济体底下 然后所有人都还是关注到选举来 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好 希望这个下一代 这个可能是下一代要面临的问题了 希望下一代他们面临的一个机会跟挑战 这当中能够克服更多的困难 掌握更多的机会 好 谢谢财讯传媒的董事长 谢金和兄 我的乡长 也是学长 谢谢你今天上我们节目 谢谢听众们的收听 我们泡装新闻 我们明天见 好 谢谢大家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 POP最正点